因為那個龍舟水不是比較髒一點嗎 然後淺姐那時候就坐我後面 然後我那時候因為剛學龍舟 所以滑的真的很爛 妳該不會敢潑他滿臉水吧 一開始就潑 是有帶著重刃的心態嗎 沒有沒有沒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後結果教練就說 欸我好像這個位置比較不適合 換另外一邊我又再潑他 他就坐在我後面 對他又坐在我後面 然後最後上岸的時候他就說 然後就透過跟Choco說 他說下次再也不來話了 再也不要坐在我後面 然後帶雨衣來 因為那時候是真的潑他滿臉都是水 那個口罩都是濕的 藍隊的網潮壓力很大 然後包括網友給我的一些期許 然後還有隊友的一些期許 還有自己的期許 前期我覺得我自己真的沒有到很 表現得特別突出啦 對然後好像也沒有幫到團隊 所以其實自己那時候其實很沮喪 有一陣子還對自己沒有什麼太大的自信 就覺得好像自己就是 呃配不上女傳的這個稱號 然後其實也難過了很久 隊友就是給我一些心理輔導啊 然後叫我放寬心 然後相信隊友 所以才有慢慢的比較好 那你的隊友們來到我這邊訪問啊 沒有一個是正經的 每一個都非常的不正經 還是就是你們的相處模式 對其實我們在講正因事的時候會很正經 然後很正經的去 去探討一些問題 但我們通常不正經的時候比較多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你們的那個跳舞的影片 就會開始一直砸中我的IG 然後我覺得無聊的時候就會看一下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訓練的時間 其實就是已經很短暫了 可是我就覺得發現你們 包含在錄影的當天 你們都可以抓到時間錄跳舞的影片 我覺得這是一件令我非常佩服的事情 對其實我們就是這個一開始是從熔熔開始的 對因為熔熔是女團嘛 然後他其實也會很多的舞蹈 然後也會cover很多的舞蹈 然後加上子嫻是男團 所以他們兩個都超級會跳舞 他們兩個就偶爾會一起拍影片 然後久了之後我們在旁邊的隊友看到 就我們其實跳舞都很爛 然後就我也要學我也要學我也要學 我們都是很開心想要一起玩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氣氛很好 對然後我們就會一起學舞蹈 但每次子嫻跟榮榮就是我們的舞蹈擔當嘛 然後舞蹈老師 然後每次教我們都教到 覺得 好啦就這樣 可以錄就好了 對可以錄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這過程是很開心的 所以錄到現在沒有覺得很疲乏嗎 還好耶我們覺得還是蠻好玩的 就因為平常訓練太 有點乏味 枯燥乏味 對枯燥乏味 偶爾還是需要一點新的東西 就是可能學個舞啊 然後大家一起跳個舞 歡歡樂樂的 然後跳得很爛也沒關係 但因為淺姐的情緒 其實一直都在我們的眼中 或是在觀眾們的眼中 其實都是很平穩的 但她居然在你們面前落淚 對對對 你們太棒了 就剛才真的最後有靜下來 就是你們要慢慢學習 怎麼樣去控制自己的情緒跟 不管是嗨或是當這件事情 辛苦了各位 我都... 我都...我都也是... 壓力很大 真的 可以... 我覺得這個王朝 真的讓你們帶來太大的負擔 辛苦了各位 你們...你們一定值得 真的...你可以...真的可以 辛苦... 啊... 這...在哭什麼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喜集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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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剛... 好像膝蓋被打就說 我們今天要哭一定是喜集合器 對...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目標 就是怎麼樣再讓自己更進化 就是... 在我們可以贏的時候 我們要一路的下去 然後過程中就是... 要... 讓自己更穩定 而不是每次匆匆忙忙 對...其實那一集我們是真的嚇到了 當下錢姐哭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都嚇到 因為其實我們不知道 原來我們給錢姐造成的壓力這麼大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一直輸嘛 就連敗 然後大家其實心裡啊 或是身體其實都有點... 沒有那麼好 狀況都沒有那麼好 對...當錢姐都會跟我們說沒關係 然後會給我們鼓勵大於哲嘛 當下看到錢姐落淚的時候 我們是很驚訝說 我們給錢姐造成的壓力這麼大 因為錢姐從來都不會跟我們去分享 她有多大的壓力 她都是跟我們說 沒關係你們就先享受比賽 沒關係你們就先好好怎麼樣 好好完成這一顆球 然後不要想這麼多 對...所以其實我們是真的嚇到 然後也很感謝... 很感謝錢姐啊 很感謝錢姐對我們的陪伴 她現在還是一樣早... 很早的訓練她會到嗎 對...她每一個訓練她都會到 記得最早我們之前是六點的 然後她也到 然後我們就這樣 妳幹嘛來 我們又沒有邀請妳來 她如果有看到她就來了這樣 對...她也是 像龍舟 我們前陣子在練習龍舟的時候 是那種五點就要到 可能四點多就要起床 錢姐都是那個最早到的 而且錢姐是每次練習 基本上都會陪我們下來滑 然後講一個很好笑的 因為那個龍舟水不是比較髒一點嗎 然後錢姐那時候就坐我後面 然後我那時候因為剛學龍舟 所以滑得真的很爛 然後... 妳該不會敢潑她買點水吧 一開始就是潑 是有帶著仇恨的心態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是這樣輕輕滑 欸想說欸怎麼一直滑不對 結果看到錢姐後面已經濕了 結果更好笑的是 錢姐那時候就想說她換個位置好了 然後結果教練就說 欸我好像這個位置比較不適合 換另外一邊我就再潑她 她就坐在我後面 對她就坐在我後面 然後最後上來的時候她就說 她就通常跟Choco說 她就要下次再也不來話了 再也不要坐Like後面 然後帶雲翼來 因為那時候是真的潑到她 滿臉都是水 那個口罩都是濕的這樣 我只能說妳給她一個很印象深刻的龍舟比賽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但因為你們其實算是 因為是所有人都算慢熟嗎 其實我們這隊比較慢熟 這不是有一點太慢嗎 有一點太慢了 對有一點太慢 那個慢熟已經不能用慢熟來想 就是每個人的性格的關係嗎 你自己觀察出來 我自己覺得跟性格有關 像一開始我們對大家比較客氣一點 對像可能一開始我們 明明球都打得很爛啊 然後拔和平就拉得超爛 然後大家就說 沒事你拉得超好超棒 那個球很好很棒 對那後來現在那麼熟了 我們都直接搶 嗯剛才打什麼東西啊 今天爛成這樣子 然後像我們之前 也有就是稍微的聊過 我們對上彼此的狀況 就是那時候連敗嘛 我們就去探討 為什麼會一直輸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可能有稍微講說 會不會是因為 大家對彼此太客氣了 不敢把真心話講出來 對所以我們其實那時候 就有小開一個會 大家以後可以更勇敢的 把一些自己心裡的話 或是一些想法講出來 我在場上可能是 比較有想法的人 對但那時候就會礙於 可能連接關係 就會比較不敢講 對但現在就不會 現在就直接搶 假如你真的打得爛 所以你那顆球 不OK喔 不OK喔 所以他們都也可以 可以接受 我們只要能力強了就可以接受 你跟後來給大家的印象 好像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你本來就很喜歡運動 你的那個少女心噴發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其實我私底下跟我場上 是完全不太一樣 我場上就是可能很嚴肅 因為在比賽中很嚴肅 然後比較兇一點 然後像個男生一樣 對但我其實私底下是 比較小女生一點 像我也會 可能想跟哥哥們姐姐們 寶個東西啊 就可能要個餅乾 要個糖果 要杯飲料 對會撒嬌 但後來都說不要 先不要 禁止撒嬌 他們會先禁止我 但是還是會就是 買一些東西給我吃啊 那你有跟前傑撒嬌過嗎 沒有我不敢 我不敢 為什麼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嗎 要不要就明天了 好明天就對前傑撒嬌一下 前傑對不起 上次那個珠球 我真的忍著 然後前傑就推你頭 好了 不要煩我 不要煩我